佛陀有一名弟子问释迦牟尼佛 他问你既然神通有慈悲 为什么还会有人受苦 释迦牟尼佛就答他说 我虽然有宇宙最大的神通力 但是依然有四件事是做不到的 第一,因果不可改 自己的因,自己的果 人家是代替不了的 第二,智慧不可恥 任何人要开智慧 都离不开他自身的磨练 第三,真法不可说 宇宙的真相用语言是讲不明白的 只能够靠自身去感悟 第四,无缘不能到 无缘的人,你说什么他都听不入语的 天雨虽大,不润无根之草 佛法虽广,难道无缘之忍 因果是自己种落的 有因必定有果 不舍也不会有德 每次度过困境难关 都会经一事长一纸 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呢 在那里面相用证据